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精挑节目 今天 我们要探讨的是两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故事 首先 我们带您前往香港 参加一年一度的香港美酒佳肴节 这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美食盛宴 让您在维多利亚港的美景中品味世界各地的美食和美酒 接下来 我们将转向美国了解一宗令人震惊的法院裁决 五股鸡翅竟然可以有骨头 这一案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最后 我们还会揭露纽约时报的一个重大失误 无意中引用了臭名昭著的辣椒手指女士的评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香港美酒佳肴节品味美食奇观 The Toronto Star 数百年来 香港一直是文化交汇的中心 这个位于亚洲新藏地带的城市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他们在这里参观 购物 贸易 甚至定居 而这些定居者们 也带来了丰富的烹饪传统 这些文化元素融汇在一起 造就了今日香港独特的美食场景 这样的多元背景使香港成为全球美食爱好者的天堂 无论是挑剔的味脸还是对新奇美食的好奇心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 而体验香港美食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参加一年一度的香港美酒佳肴节 在这场无与伦比的美食体验中 参加者可以在历史悠久且绝美的维多利亚港背景下 享受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国际烈酒和独特的文化活动 今年的露天美酒佳肴节将在10月底的几天内举行 汇集了来自全球的精选葡萄酒和食品供应商 让食客们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中的300多个展位间流连忘返 这里不仅有本地的美食 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国佳肴 让人们在品尝不同菜系的同时 也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葡萄酒文化 除了美食和美酒 香港美酒佳肴节 还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饗宴 该节日以本地和国际音乐家和歌手的表演文明 还有世界顶级厨师的烹饪示范和工作坊 你可以在这里发现最新的烹饪潮流 学习试酒师 解开不同年份葡萄酒的香气和花束 这一切都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美食与文化 文化的盛宴 香港美酒佳肴节仅仅是这座城市美食之旅的一部分 香港拥有独特的烹饪传统和79家米其林星级餐厅 是世界级的美食旅行目的地 参加香港美酒佳肴节之旅 你将获得VIP进入这个美食盛会的机会 享受高级品尝体验 这个多日行程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夜间航班开始 乘坐加拿大航空 这次旅行将让你坐在加拿大航空的高级经济 可升级至商务舱 享受更多的舒适和便利 优先办理登机手续 登机和行李处理让你无忧无虑 一旦登机 你可以在更宽敞的座位上放松 享受更大的倾斜度和额外的腿部空间 高级餐饮和饮品让你的旅程更为愉快 同时你还可以在获奖的机上娱乐系统上 观看你喜爱的节目或新电影 抵达香港后 你的升级旅程将继续 从机场直接被送到五星级酒店 让你可以迅速办理入住手续并刷新自己 除了探索城市的顶级购物目的地和文化景点 这个套餐还包括在两家米其林星级餐厅的晚餐 两星米其林餐厅Bow Innovation由厨师梁京伦创作 他将传统中餐转变成非凡的菜肴 推动了风味和呈现的界线 一星米其林餐厅The Demon Celebrity 则是由梁京伦和厨师郑锦妇共同创作 他们的开创性经典菜肴灵感来自中国商代的菜肴 并注入了现代风格和创新转折 行程还包括一次前往鲤鱼门的美食之旅 这里是香港历史悠久的渔村之一 以新鲜的海鲜而闻名 在这里你可以从水箱中选择想要的海鲜 餐厅会迅速将其送入厨房 变成美味的餐点 这将是你体验过的最新鲜的海鲜之一 香港美酒佳肴节之旅套餐包括 VIP节日通行证 世界级的餐饮体验 往返机票和午晚的豪华酒店住宿 还有三次额外晚餐 早餐券和三天的香港Go City Pass 你可以选择两个行程之一 分别是10月20日至26日 或者10月21日至27日 想了解更多关于香港美酒佳肴节 和这座城市的美食体验 包括所有获得米其林奖的餐厅 请访问discoverhongkong.comca 美国法院裁定五股鸡翅可以有骨头 时刻受重伤后提告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在美国俄亥俄州 一起涉及鸡翅的案件 成为了法律界和消费者讨论的热点 这起案件的主角迈克 伯克海默 Michael Burkheimer 是一名餐厅顾客 他与妻子和朋友 在一家名为Wins on Broker的鸡翅餐厅用餐 点了一份他平常喜欢的五股鸡翅 佩塔玛森大蒜酱 然而 这次用餐经历却引发了巨大麻烦 伯克海默在进食时 感觉到一块小肉筷卡在喉咙里 三天后 由于发烧且无法进食 他前往了急诊室 医生发现一根肠而细的骨头 刺破了他的食道病引发感染 伯克海默随后起诉了这家餐厅 指控餐厅未能警告 他所谓的五股鸡翅可能含有骨头 诉讼还包括供应商和生产这些鸡肉的农场 指控它们都存在过失 然而 在4比3的裁决中 俄亥罗州最高法院表示 五股鸡翅指的是一种烹饪风格 伯克海默应该知道鸡肉可能含有骨头 因为这是常识 法官约瑟夫 P.德特斯 Joseph T. Deters 在多数意见中指出 一个时刻在菜单上看到五股鸡翅这个词 不会认为餐厅保证这些食物完全没有骨头 就像一个人吃鸡翅 不会认为自己吃的是鸡的手指一样 持不同意见的法官则强烈反对这一裁决 他们认为应该让陪审团决定餐厅在提供所谓五股鸡翅时是否存在过失 法官麦克尔P.唐纳利 麦克尔P. Donnelly 在意义中写道 必须问一个问题 这个国家的父母在给他们的小孩吃五股鸡翅 鸡柳或鸡块时 真的会期望里面有骨头吗 当然不会 他们看到五股这个词时 会认为这意味着没有骨头 就像所有理智的人一样 这起案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许多人认为餐厅应该对食物的安全性负责 特别是在标示为五股的情况下 这也让人们重新思考食品标签的准确性和透明度 尤其是在涉及到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时候 纽约时报无意中引用了那位臭名昭著的 假装在温迪汉堡辣椒中发现手指的女子 The Independent 纽约时报最近因无意中引用了一位臭名昭著的女子 发出了一份尴尬的更正声明 这位女子名叫安娜 艾亚拉 她因在2006年假装在温迪汉堡的辣椒碗中发现手指 而被判处四年监禁 这一事件让她在全球范围内声名狼藉 被戏称为辣椒手指女士 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采访了一系列选民 其中包括来自北加州的艾亚拉 当时她谈到了她的投票倾向 并被引用说她计划在11月投票给唐纳德 特朗普 尽管她是一名民主党人 然而 这段内容后来从网上文章中被删除 报纸发出了以下更正 在得知该人曾因一项敲诈阴谋 被定罪并提出虚假索赔后 纽约时报删除了早期版本中一位选民的评论 社交媒体用户迅速指出了这一失误 一位用户指出纽约时报 曾多次报道过艾亚拉的案件 有人开玩笑说 纽约时报报道说安娜 艾亚拉正在向卡玛拉、哈里斯述中指 另一位则补充道 看来安娜 艾亚拉明年将因选民欺诈而入狱 如果那位被定罪的重犯投票给 那位被定罪的重犯总统候选人 感谢你们不太出色的新闻报道 At New York Times 你们和断纸辣椒女士一起玩砸了 也有一些人表示同情 塞马福尔的主编本史密斯写道 老实说 这种事发生在最优秀的人身上 但这也相当有趣 艾亚拉的故事始于2005年4月 当时他声称 在温迪汉堡连锁店出售的一份辣椒中 发现了一根断纸 经过警方调查 确定该身体部位并非来自该店的员工 尽管早期报道称 这根手指完全煮熟 但圣塔克拉拉县法医办公室最初得出结论 这根手指与在170度辣椒中 煮三小时的物体不一致 他的声称导致该连锁店 损失超过2100万美元的收入 并导致他被控中罪企图大盗窃罪 他在2005年9月认罪 艾亚拉于2006年1月被判处9年监禁 最终服刑4年 他还被终身禁止 进入所有温迪汉堡店 他的丈夫提供了那根手指 一二被判处12年零4个月的监禁 艾亚拉在2013年再次被监禁 这次是因为他编造了一个故事 告诉警方他的儿子被两名男子射中脚踝 实际上 他的儿子是自己开枪打伤的 艾亚拉撒谎是为了防止他因持有枪支的重罪而入狱 他对三项重罪指控不争辩 并被判处两年监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香港美酒佳肴节是一个年度盛会 吸引全球各地的美食 与美酒爱好者前来参加 享受多元化的美食体验 这个盛会通常在10月底于香港 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 参加者可以在维多利亚港的美景下 探索超过300个展位 品尝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酒和美食 活动亮点包括本地美食和国际菜肴 著名厨师的烹饪示范和工作坊 以及本地和国际音乐表演 参加者不仅可以品味各种真修佳肴 还能参与美食之旅 例如到房里渔门这样的历史悠久的渔村 享受新鲜海鲜 此外 香港还拥有多达79家米其林星级餐厅 使其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美食目的地 参加香港美酒佳肴节之旅的游客 不仅可以享受VIP通行证 还能入住五星级酒店 并在米其林星级餐厅用餐 这个美食节的目的是 展示香港作为一个美食之都的魅力 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 并推动本地的食品和饮品行业发展 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 香港美酒佳肴节 无疑是一次不容错过的美食盛宴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香港美酒佳肴节 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美食体验 百年来香港一直是文化交汇的中心 这里的餐饮文化也因此丰富多彩 可以说香港的美食场景 是一个缩小版的世界美食地图 你想要世界级的餐饮体验 来香港美酒佳肴节就对了 哈哈 楚天书 这么说有点过于夸张了吧 香港美酒佳肴节 不过是一个商业活动 真的能代表整个香港的美食吗 而且 对于想要品味真实本地风味的人来说 这种节日更像是一场噱头满满的展示 掩盖了真正的街边小吃和家庭餐厅的魅力 你这魔说有点过于苛刻了吧 谢琪琪 你知道这个节日吸引了多少世界顶级的厨师和试酒师吗 这里有超过300个展位 你可以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和家酿 而且 这甚至还包括了来自米其林星级餐厅的菜肴 这些可是平时在你家附近不容易找到的 哦 楚天书 你还真是对市面上的光鲜亮丽情有独钟啊 不过 我倒是觉得这些米其林星级餐厅 对普通人来说都是一些高不可攀的地方 与其参加这种昂贵的节日 不如去鲤鱼门这样的地方 直接从水箱里选龙虾 螃蟹 然后在当地的小餐馆里享受最新鲜的海鲜 价格也更实惠 好吧 让我来用事实数据说话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据 香港美酒佳肴节每年吸引超过10万游客 这些游客为香港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并促进了本地餐饮业的发展 这难道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吗 此外 这个节日还提供了许多烹饪示范和工作坊 这不仅是品尝美食 更是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好机会 10万游客确实很多 但别忘了 这些游客大多都是短期停留的 他们来消费 然后就离开了 对于真正本土的餐饮业发展未必有长远的好处 而且食物的安全问题也不能忽视 看美国那边的新闻 五股鸡翅里面居然还有骨头 搞得时刻重伤 这种问题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对食品标签和安全性的重视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香港美酒佳肴节 这不是普通的美食节啊 这是一场美食与美酒的盛宴 不仅让你大饱口福 还能在维多利亚港这样美丽的背景下体验到不同文化的碰撞 想象一下 手拿一杯来自法国的红酒 嘴里嚼着刚出锅的港式点心 耳边还有现场音乐伴奏 这简直是味蕾和耳朵的双重享受啊 而且今年的活动还特别丰富 不仅有300多个展位 还有顶级厨师的现场烹饪示范和各种工作房 让你学会美食背后的秘密 参加这个节日你还能享受VIP待遇呢 加拿大航空的高级经济舱 让你一上飞机就感受到贵宾般的待遇 再加上五星级酒店的住宿 和两家米其林星级餐厅的晚餐 这真是美食爱好者的一场梦幻之旅 尤其是Bow Innovation和The Demon Celebrity 这两家餐厅主厨梁京伦 可是加拿大大厨的评委啊 他那创意满满的菜肴 绝对能让你惊喜连连 不过美食之旅可不仅仅是高级餐厅 还有鲤鱼门这种历史悠久的渔村 让你体验最新鲜的海鲜 选择你想要的海鲜 然后马上送进厨房变成美味的餐点 这种体验恐怕你在家里是无法享受到的 总之 这次香港美酒佳肴节之旅 不仅让你吃得满足 玩得开心 还能学到不少新知识 真的是一举多的啊 说到五股鸡翅这事儿 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美国俄亥俄州的最高法院判决说 五股鸡翅其实是可以有骨头的 这让那位因骨头卡在喉咙 而遭受痛苦的顾客伯克海默大师所望 他诉讼餐厅未能警告 所谓的五股鸡翅可能含有骨头 但是法庭最终认为这是常识 时刻应该知道鸡肉可能会有骨头 这裁决听起来像是说鸡翅可不是鸡的手指哦 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法官的幽默 不过 这件事也揭示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标签准确性的担忧 想想那些给孩子买五股鸡翅的家长 他们肯定不希望儿女吃到骨头啊 这也让我们重新思考 食品标签应该更加透明和准确 特别是在关系到健康和安全的时候 再来谈谈那未臭名招着的辣椒手指女士安娜 阿雅拉 纽约时报 这次可真是摔了一个大跟头 他们无意中引用了阿雅拉的话 这可是一位曾因假装在温迪汉堡的辣椒中发现手指而被判刑的知名人士 纽约时报 这次真是被打脸了 网友们的调侃也是接连不断 有人甚至开玩笑说阿雅拉准备因选民欺诈再次入狱 这事件提醒我们 媒体在引用和报道时应该更加谨慎 避免给公众带来误导 总而言之 这些事件虽然各有特色 但都让我们看到 不论是美食节还是食品安全 又或是媒体报道 背后都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美酒佳肴节让我们看到香港的多元文化和美食魅力 五股鸡翅事件揭示了食品标签的重要性 而纽约时报的失误则提醒我们媒体责任的重大 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反思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